中国巨人拳王张志磊将对手打进一元KO 创造了中国重量级拳击的力射 哈喽大家好 我是大嫂两哥 北京时间4月16日凌晨 WBO重量级过渡拳王正半赛已经结束了较量 只有我国选手张志磊对阵英国选手乔伊斯的比赛 张志磊身高2米01体重125公斤 张志磊曾获得WBO重量级周期几顶带等等 再过几天张志磊即将迎来自己的40岁生日 或许正是这样的坚持不切 才显得这场比赛更加来之不易 赛前张志磊的战绩为26战24胜一平 而这个乔伊斯成获得WBO临时拳王 赛前乔伊斯已经取得了15战15胜 其中14只可以有对手的不败战绩 可以说实力也是非常强悍的 而本场比赛也是中国重量级拳手 第一次参与带有世界拳王头衔的比赛 也是极具历史性意义的 比赛格之后张志磊先是以后手拳先发智能 而后双方马上技能激烈的对拼 紧接着只见张志磊突然发力 以连续重拳去重击乔伊斯 不过乔伊斯也好不失落 马上以收莫的后手拳还以颜色 接下来乔伊斯尝照张志磊以收莫的后手拳 重击了面部 第二回合开始后 张志磊马上以收莫的组合拳开路 而后只见张志磊再次发力 以收莫的组合拳连续重击乔伊斯的面部 这也让乔伊斯有点触不及防 第二回合才开始没多久 只见张志磊抓住机会 以一记收莫的后手拳 将乔伊斯直接打弯了 乔伊斯走路都有点亮腔了 不过很怪被乔伊斯缓了过来 以连续重拳再作者奋力的反抗 第三回合开始后 可以明显感觉到 乔伊斯加快了自己的进攻节奏 黄黄在本局中 张志磊并没有怎么进攻 多处都是处在防守的状态 不过虽然出拳少 但是张志磊并没有白白浪费自己的体能 只见张志磊做到不出拳没事 一出拳就让对手有事 比赛进入第四回合后 只见张志磊继续延续着自己第三回合的打法 做到少出拳 但是出拳必然要中击到对手 只见张志磊以连续后手拳 多次中击了乔伊斯的面部 第五回合开始后 张志磊马上以连续后手拳开落 接下来只见乔伊斯的面部 一次次被张志磊无情的去残者 第五回合结束后 乔伊斯的面部已经准得不成样了 第六回合开始后 只见张志磊对乔伊斯的面部 暂时进行了疯狂的中击 而后在面对张志磊的连续猛攻 这一浪被打产的乔伊斯 无奈只能马上运出喽巴动作 感觉乔伊斯已经有点迷糊了 这个时候只见裁判喊了暂停 因为乔伊斯的眼睛伤情 已经非常严重了 只见裁判直接叫停了比赛 再后乔伊斯被送进医院 进行了进一步的检查和治疗 最终张志磊以TK方式迎向了比赛 张志磊也掌握了这条WBO重量级 过渡拳王金钥袋 张志磊也拥有了 挑战拳王乌锡克的权力 张志磊也创造了历史 或许一切努力和坚持都是值得的 只要心中怀揣着梦想 也相信张志磊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 可以成为真正的世界重量级权花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 看见你遇上一次 有我大手相伴 我们下期再会